古语,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它的到来意味着春寒季去,天气渐乱 自然景物告诉人们,时至暮春了 古语分三后,一后平时生,二后明秋福西语 三后代圣降于桑 俗语道,古语节气时语将将 所谓时语有着两层含义 一是指应时而至的雨水 二是指飘忽急促的雨水 古语时节,雨水不仅多了,而且也急了 雨水的滋润对大春作物生长和小春作物收获 都是颇为适宜的 俗语道,古语三招看牡丹 古语前后也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 因此牡丹花也被称为古语花 民间宴营,古语古语采茶坠语 古语前采摘的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 故古语品心茶香盐成形 北方的人们则在古语这天识香春 古语时春又迷吃春 寓意迎接新春到来 红紫庄林绿满池,游丝飞絮两一一 正当古语弄晴石 射压矮兰苍显华,画眉小剑管花池 一年弹纸又春归 元京室 来见 birth 雪 血 云 寓意 寓意